中国在近期宣布将会正式启动一系列的货币宽松政策 大规模的刺激经济 而对于中国经济回温的预期也推升了工业金属价格走扬 白银在周四一度触及了每盎司33.01美元 是12年来的新高记录 另外铜价也突破了每顿1万美元大关 创下了16周以来的最佳水准 同时金价也屡创新高 一度冲破了每盎司2680美元 再破记录 中国持续加大货币宽松政策的力道 大规模救世的决心 让中国经济前景的动能备受期待 而中国一直是工业用金属的最大使用者 需求面的预期扩大之下 让伦敦同期货周四突破每盾1万美元大关 来到16周以来的最高 周五依旧守稳在万美元之上 中国是世界工厂 它对不管是铜 铝 镍 铁矿石 这一些甚至原油它的需求都是非常大 然后事实上决定的这个价格的走势 现在推了大规模刺激政策之后 大家预期需求要回温 财政政策有没有跟上 然后产业政策到底松绑了什么 就会决定铜这波还可以走到哪里去 而铜鼠工业用途的白银 还有着金价不断冲高的优势带动 现货白银周四最高来到每盎司32.71美元 触及12年以来的新高 今年以来已经涨超过35% 而国际现货黄金也频频创高 一度突破每盎司2680美元 再破历史记录 同时据合库银行数据统计 截至今年8月底止 黄金账户总开户数已经有将近40万户 比起去年底成长将近一成 可见投资黄金的热潮不减 专家指出白银与黄金在价格的联动性非常强 今年初以来的白银表现持续优于黄金 不过当黄金涨势歇息的时候 白银价格就要回到基本的需求面来反映 中国这边相关的景气 真的可以开始触底回温的话 我想对白银后续的走势有一定程度的注意 我们预期接下来黄金这边可能在近期涨的时候 有可能会因为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 可能会有些回调 的确白银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冲击 近日美国经济数据表现优于预期 专家提醒若连准会今年内降息力道 比市场压住来得更趋缓 金价恐怕面临回挡修正压力 目前可以观察即将出炉的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PCE指数 对于降息的前景也会有更明朗的方向 记者赖北京熊如喜台北采访报导